嗨,我是屏 每次做点心都会剩下一堆蛋白 而我今天决定来做一个新的尝试 港式蛋白蛋挞 食谱来自Chef Choo's Kitchen 塔皮主要分成两种 饼干皮和有层次的酥皮 这次是简单的饼皮蛋挞 分量我有减少了 而原本需要用到全蛋液 但是我不想再打一颗鸡蛋 所以改成食用蛋白 将奶油、细糖和盐搅拌均匀 不用打到蓬松 接着分次倒入 本来担心倒太快会有水分离 还好这次有成功 最后加入奶粉和低筋面粉 拌匀 分两次加面粉 搅拌到看不见干面粉就停手 搓成长条后就能开始整形了 这个面团不会很粘手 所以不用放冰箱 当然要冷藏也可以 我分成25克一个 用铝箔塔模来整形 粘高筋面粉可以防止粘黏 一边转一边压 这样把塔皮压得均匀 边边角角比较厚的地方 轻轻的把它推开 推薄 哦对了 这次把铝箔塔模的边缘也铺上了面团 但后来发现反而会使烤好的皮不好脱模 下次改进 这是用生塔皮冠心下去烤的做法 我先把它放进冰箱冷藏 等待塔皮的时间来做内馅 把牛奶白糖和香草酱放在锅里 边搅拌边加热 等到糖融化 摸起来微温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室温的蛋白 仔细的把蛋白搅散 再过筛就做好啦 是不是很简单呢 如果操作的环境很冷 塔皮没有变软及出油 也可以不用冷藏哦 蛋糊大约到7-8分满 因为烘烤的时候会膨胀 表面的泡沫要去除哦 烤出来比较好看 用摄氏180度C烤18-22分钟 烤的时间是个小挑战 我分成两批烤 第一批因为怕不熟烤了28分钟 结果表面有点发黄 第二批改成18-19分钟 冷却后却发现不够熟 因此最好在旁边盯着烤箱看 刚出炉中心会有一点晃动是正常的 放凉后就会凝固 我把蛋挞冷藏一晚 我的蛋挞表面有些出水 嗯不要紧 我相信味道还是很好的 塔皮酥酥软软绵绵 内线像是嫩嫩滑滑的牛奶布丁 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这样的蛋挞 如果你对这个食谱感兴趣 可以在底下的说明栏找到更多详细资讯哦 好啦 今天影片到这里 看完请帮我点个赞 下次再来玩哦 拜拜 拜拜